那个白啊 请你不要写的上下高 上下高 底下那个水就不好安排 你在写这个边的时候 你要想 写上去下来的这个地方 不要靠到这个 这一树 所以你就要预留一些空间 这个跟永智八法一样 好 平平的拉开 就是说你这一边让它靠到这一条线 这里会很挤 就算我这个不出来 这也会很挤 这个镜呢 他有他的写法 看到没 这个镜 对 而且你看它这个打开的角度 跟我们平常写的很不一样 有没有 这是斜斜的喔 然后呢 三个线条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长短也有一点差别 你看它就是带着去的字 就是长这样 它不太去讲究你这个什么 点下去勾上来那个彼此之间衔接什么味道 它就是他们当时的习惯就是很很 很如实的把字写出来就好 没有太多花俏的技巧 这一笔从外面上去 上来 好 这里大概要做两个提贴 没有很长 上 同学学到这个转弯钩都吓死了 很紧张 别这样了 没什么好紧张 写不好重来而已 那么紧张干嘛 对 就是紧张才会一坨 你不要紧张就绝对不会一坨 轻轻松松慢慢上去 这个就是要练到很多次才有办法 好 这个动注意 右边那个铜啊 请你把它写成类似正方形 再加上左边那三点水 它就变成方呆点扁 这个是它卫卑制 在自行上的一个特征 这三个洞 三个点 你不要离太远 离太远 你就先宣告投降 里面的东西一定不会太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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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太细 点击一边 还有一点 就是 你甚至我不能 这是我们在那儿 我我们来说 我们在这种东西 感谢观看